十一时班禅继续在藏开展佛式及社会活动 日前 他首次来到纳曲市东北方向的比如县 索县和八清县 纳曲东三县位于藏北高原 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 盛产东虫下草 经济相对发达 三座县城域内 建有藏传佛教多个教派寺庙 班禅厄尔德尼确迹捷步一行 在三地形成以佛式活动为主 先后前往瓦唐寺 热灯寺 达姆寺 白嘎寺 赞丹寺 巴仓寺 荣布镇热灯寺 等七座寺庙礼佛参访 涵盖藏传佛教嘎举派 格鲁派和本教寺庙 各寺庙并以最高礼仪引寝班禅 比如县白嘎寺 修建于1179年 曾由嘎举派改为格鲁派 寺内唐卡绘画手法精湛 远近闻名 20号 班禅抵达该寺 寺庙僧在错清殿内就做诵经 他走上宝座 为僧众摸顶 并传授皈依发新闻 缘起礼赞等 班禅表示 比如县的这些寺庙 环境优雅 基础设施有保障 僧人们学经条件好 精神面貌积极向上 我们要饮水思源 遵规守法 不断推进藏传佛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赞丹寺 建于1232年 位于所县县城 依山而建 由白宫与鸿宫组成 由小布达拉宫之称 寺内大量壁画佛经 具有较高文物和艺术价值 班禅21号乘车来到该寺庙后 由僧人引路步入鸿宫主殿朝拜 他于错清大殿宝座上 为僧众摸顶 传授经文 在对僧众讲话时 班禅提到 当前社会条件下 僧人更应重视佛学修养 时代在变化 西藏的社会面貌也在变化 藏传佛教 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如何造福众生 我们要寻求 与时代相适应的发展路径 八清县距离所县仅数十公里 县内已发源自西藏本地的 本教寺庙占多数 八仓寺 由本教大师巴顿雍仲南桑 创建于1847年 是班禅今年进藏后 参访的首座本教寺庙 22号 班禅参观了八仓寺主殿 通过介绍 班禅了解了僧众生活 学经现状 和本定信众的本教信仰情况 他说 本教是西藏本土的古老宗教 历史悠久 是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各教派 各宗教之间 要相互团结 尊重 和谐共处 守法持戒 积极引导僧众 爱国守法 契恶扬善 为促进社会和谐 组出贡献 八清领主 霍尔王府邸 设在一座巨大的帐篷之下 八清 既为大帐之一 该帐篷 由四壁 横杆 撑杆等部分组成 棚顶正中 设有天窗 班禅一行 近日前往八清县 拉西镇 感受藏北黑帐篷文化 帐篷内 他观看牧民 掩饰当地传统生活器具 如霍尔四门方兆 柔皮工艺 提炼苏油等 总结此次行程时 班禅还说 深深感受到 纳曲东三县 基层农牧区 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牧产业发展良好 传统文化传承 得到保护